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成为集装饰、把玩、鉴赏和收藏为一体的特色收藏品 可供制作手串的材料更是种类繁多 宝石、玉石、菩提、木料、果盒等等 在现在都可以成为制作手串的选择 当然材质的不同相应制作出来的手串的价值也会有所差别 产自西藏的天珠就是手串家族当中的佼佼体 天珠是一种极富民族和宗教色彩 并蕴含神秘传说的西游珠宝 因其含有玉制及玛瑙成分被认为是一种西游宝石 而西藏是天珠的主产地之一 近些年由于藏文化热、文丸热和存世量稀少 天珠的价格已经可以用天价来形容 北京的甲子从2005年开始研究西藏文化和天珠文化 是业内有名的天珠手串收藏者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些他所收藏的天珠 目前市场上一颗品项差不多的 会有两只眼睛图案的天珠价格 在35万元左右 而会有三眼图案的天珠价格已经超过百万 这几年天珠的价格更是涨幅惊人 我记得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2006年差不多2006年、20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颗钥匙珠 一定要2.0的正元、笔直一线、黑白分明 那个时候的价格是900块钱 超过1000块钱我们就会觉得贵 超过1000块钱我们出门就会说 这个人真黑卖的这么贵 但是现在你去藏区的话 或者在玩家手里最少开价也得要15万 像这种两眼天珠以前的价格就10万以内 8万的话就可以买得到 对5、6年 现在的话市场价最低也要30多万 最低也要30多万 如果要是说有一对的话就得将近100万了 一串小小的天珠手串价格可以高至上百万 确实让人不得不相信手串收藏市场的火热 记者在北京古湾城也看到了不少卖天珠手串的店铺 这里的老板告诉记者 目前天珠的价格每年都是翻倍上涨 但由于价格过高 多数还是在相对小众的圈子内流通 翻倍上涨不是你涨10%20%没有 就翻倍上涨 投资的也有 投资的也有 现在买了就这老东西吧 就买了就买了一个就没有价格 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珠子 而不是说缺钱 你有钱你都买不到好的珠子 如果你要是真是出货的话 我觉得你那东西以前你的眼力很好 你买得很好 你现在又想出 我觉得是不是你找别人 是别人会天天给你打电话 天珠手串的百万天价 也证明了手串市场近些年来火爆的程度 天珠作为手串家族中的王者 由于存事量稀少和价格高昂 也是很多手串收藏爱好者被拒之千里 现如今市场中被大家广为接受的 主要是由木制和裹盒制成的手串 价格适中加上精美的雕工 让橄榄湖手串成为每一位藏友的追捧对象 早上九点江苏省苏州市的周山村马路两边已经停满了车 这个曾经只有四五百人的村庄 现如今成为了核雕产业的聚居区 每天有三千多人在这里从事核雕或是核雕相关产业 这里每天都能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或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这个是什么 双龙系股 双龙系股 怎么想着跑过来跑到这儿来 我们是到上海来开会 然后开完最后说到这边到太后过来转两圈 正好我们都看见是不看得到这个 这边比较好吗 我们就专门本来想回上海的 就要转过来的 这刚买的 对 花了多少钱 这个不到一千块钱 不到一千块钱 说是讨厂宝了 这几位游客告诉记者来这里 除了被核雕第一村的名气所吸引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于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工艺品的喜爱 如果你要在这种市场上 你不同的人可能买的都是机器雕刻的 那个它价值就差很多 像他们这个每一块 因为每一个投掌上都有它那个教科艺术师的签名 店家告诉记者 像在周山村每天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 在这里购买核雕 这种题材 比如说米罗佛题材 还有我们这边的传统的罗汉的题材 稍微好慢一点 下位大事 下位啊 下位肯定是个中等价位啊 一千多两千多这样子 基本的一两千块钱 对对对 在这家门店 记者还碰到了一位从北京过来的核雕经销商 这次过来收了多少 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 太厉害 这都是 你说的都是精品 也不都是精品 反正差的好多 差的好多都有 一般多长时间过来一次 两个礼拜左右 两个礼拜左右 一次过来要打多少货 就是二十万左右 二十万左右 经销商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从事核雕生意已经有十多年 最近这四五年 随着核雕作品 越来越受到收藏者的青睐 他每个月都要来周山村拿两次货 一个月都要拿四五十万元的货到北京销售 一般什么样的价格的最好吗 现在还是便宜的好处吧 现在便宜的好处 一两千多年 那两千多年的都好处一点 好的还是要对那些老客人 他们的礼拜比较好的 要比较大的 核雕生意的红火 不仅让很多北京的陶客来到周山村 也有不少的周山村村民 在北京开店做起了核雕生意 陶振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个卖四万八千块 这个输住园林 这个可怀的 都是手工 成手工雕客 陶振华告诉记者 虽说在北京开店已经有十多年 但是他的家人都还在周山村 他的妻子 妹妹 儿子 也都还从事 橄榄河雕客 店里销售的基本上 都是家人的作品 在北京这个地区啊 包括天津啊 包括沈阳啊 长城啊 东北山省的朋友们啊 喜欢河雕的 山东的 都来北京这边 找我们橄榄河雕 是吧 所以这边卖橄榄河的人 也比较多 说实话 您一年的这个销售量 大概多少 就光橄榄河这一块 光橄榄河的这一块 我也就销售 总在四百多万吧 仅仅是一个店铺 橄榄河首串的销售 就能达到四百多万元 真的是让人惊讶 在首串家族当中 被大家尽乡追捧的 还不止橄榄河一种 比如说海南黄花梨的势头 绝不逊色 在海南丹州 有一个铁匠村 十多二十年前 这个地方是以打铁为生的 一个贫困村 现在完全变样了 这里已经成为专门加工 经销黄花梨 手工艺品的富裕村 全村 两千三百多人 从事花梨木 手工艺品 加工经销的 就有三百多家 2013年 铁匠村的总产值 达到了三点七亿元 小小的花梨木手串 成就了一个村的巨大的变化 今年29岁的李居旺 是丹州市铁匠村的村民 每周的周六周日两天 他都会和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 带着自己加工制作的 黄花梨木手工艺品 来到海口市东湖谷湾市场 摆摊销售 李居旺告诉记者 他带来的这一堆 黄花梨木手工艺品 都是青一色的手珠 价格有高有低 最低的三四百元 高的能卖到两三万元 甚至更多 其中一串手珠 单价在三万多元 五串就要卖十八万元 这个是十价的 我不知道是两万三一毫 这是精品的最好的 你要不拿着这种 炸的几千万千的都有了 两三千三五千的 这比较特别好 他说炸的太少了 这都烧垃圾的 我哥说 这个东西好东西 你不拿也没几筹了 这样吗 给你加一百了 16 16 不差那个好不好 不是16 你要 我看我有没有那么多钱的 16卖不了 你要18给你的 一千八 一千八呢 刚卖给这位客户 没几分钟 李居旺的摊点 又迎来了其他的客户 那2.2的 2.5的 还有2.8的 队眼的 队眼的 队眼的没有了 现在队眼的 就像这样队眼的 已经卖完了 李居旺所在的这个谷玩市场 摊点一个挨着一个 人来人往 伴随着腰喝声 讨价还价声 数钱声 各类客户穿梭其中 记者在该市场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露天交易市场的摊位 就有好几百个 各摊点生意都很火爆 据介绍 这里每天的销售额一般在几百万元 李居旺告诉记者 最近这些年来 黄花梨木的各种产品都非常火 价格也年年看涨 除了这个露天交易市场的摊点外 他们村还在附近一家酒店的 第五层楼上 设有批发销售点 记者来到这家酒店的五层楼 看到这一层楼 大约七十多个房间 所有房间的大门都打开着 床上桌上都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黄花梨木 手工一瓶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经销商 正在里面挑选购买产品 什么电话 这个 一直在想 什么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去年买多少呢 去年头像我们买这个 大概都是两千 左右两千多三千 那今年就 今年就买多少 八千 高有三万的 最低的话有几百块钱的都有 这个不论 我也说不清楚 这个 中等的有何几千 中等的话也是两三千块钱 两个小时后 记者再次来到李居旺 在谷湾市场的摊点 了解销售情况 李居旺说 半个小时前 他刚刚又卖了三万元的产品 今天那个卖的还可以吧 卖了一些 卖了几万块钱 卖了几万块钱 卖了大部分都卖给那个 全国各地的那个 那些 琵琶商啊 他们都 他们自己有自家的店里面 我们属于琵琶在这里 每个礼拜才自己来一趟的 他昨天卖的也不少 昨天卖的差不多八九万 我们在房间里面 卖了几万块钱 昨天他也 他就开店在北京那边 还有店在北京那边 他非常照顾我 记者从交谈中了解到 李居旺昨天就卖了八九万的货 加上今天已经卖了三万多元 这个星期的星期六 星期天两天 他的销售额就在十万元以上 不过李居旺说 现在还是销售淡季 每年九月份到第二年五月之前 在海南旅游旺季的时候 他们的销售旺季也随之到来 那个时候的销量 比现在的销量要高得多 现在他们村绝大多数 都在做黄花梨木 这个手工艺品 我们村里大概差不多来了 六百多个人 但是有将近七百个团位 将近七百个团位 人数是六百多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啊 我每个周末 我们村人平均什么 平均卖的时候 将近五百万 一天 一天卖了五百万 火热的交易市场 几百万元的日交易量 让很多人感慨 黄花梨木 手工艺品的市场需求 和它的价值不菲 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加工销售 这些精美黄花梨木 手工艺品的村民 祖祖辈辈都是以打铁为生的农民 他们村还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村 我们铁匠村里来是要守工艺为主 要农业为普 铁匠村的由来 是因为其实我们村全部人打铁 打铁 所以人家就打铁匠了 节目当中我们看到铁匠村把花梨木 手串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但是呢 就像铁匠村这个名字告诉我们的 其实这个地方 祖祖辈辈是以打铁为生的 那铁匠村为什么又做起了 黄花梨木手工艺品的产业呢 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契机 让这个小小的手串 成为了现在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呢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手串 竟然能够成就一个村的经济奇迹 那么在江苏的舟山村 通过河雕创造了两亿元的年产值 而海南的铁匠村 通过花梨木雕刻也实现了经济的转型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靠黄花梨手串创收 那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上了致富的路呢 听铁匠村负责人讲 铁匠村建于明清时期 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 村里两千三百多人 绝大多数姓李 祖籍大多来自福建等地 由于当地十年九旱土地贫瘠 不少人被迫离乡到外面学习打铁记忆谋生 后来世代相传 逐渐形成规模 铁匠村由此得名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打铁行业逐渐被淘汰 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铁匠村村民 不得不面临如何谋生的问题 除外谋生 就学到一些丑工具回来 丑生学到那个搞牛九 牛九 那个扫山湖 还铁匙 带帽之类的 一直搞 一直搞到零 零七年吧 非常困难的 我们是一趟三亚 来回费用就收下一百来吧 然后那个卖的卖 最多卖个五六百块钱 当时的话 那个费用都花完了 但也没办法 但是能够一个月下来 才能赚这几百块钱一个月 李居旺说 打铁没有出路后 为了生计 他们向三亚等其他沿海村庄学习 尝试用贝壳海流等海产品 制作手工艺品 但因为材质比较普通 靠海的地方都有销售 所以价格一般比较低 销量也不大 没干几年 有的村民干脆放弃了这一行 出去打工了 而一些仍然留在村里的人 开始琢磨着 另寻谋生之道 而商机的出现 却源于一个偶然 2004年 村民李运全 在海口的一次逛街中 发现了商机 那我在搞园林景观呢 我经常来这里逛 偶然看到人家拿这种黄瓜铃来卖 我就看到人家卖很卖的价格很好 看到人家黄瓜铃交易的时候 我发现黄瓜铃有几百块钱一斤 一条木头能卖到几百块钱 我也算起来有几十块钱一斤东西 所以我们是熟悉农村的人 就有这种 哦 这我们农村有这个东西卖啊 要么拿来海口卖也可以啊 李运全说 他当时就觉得很刺激惊讶 一根当时成本才几十元一斤的 海南黄瓜梨木 稍微简单加工一下 居然能够卖到几百元一斤 李运全敏感地意识到 做黄瓜梨木工艺品加工销售 应该是个不错的商机 他四处收集一些黄瓜梨木 参照当时市场上 比较好卖的产品样式 简单加工制作后 拿到海口东湖虎湖湾交易市场销售 产品一上市 很快就获得认可 湖湖拿到海口卖 还是有人接受 就这样了 就卖卖的时候 在到了05年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做得比较好 有个销路 这个书记也就带我们村的年轻人上来 也上来市场考察了一下 也试着带着试探了行李 就买了一些材料 去跟村里面年轻人做起来 因为我们村开始 经济不浓厚 经济很薄弱 搞不了这些 只能搞小键的 只能用小键来搞小键东西 因为搞小键东西 竹脚 皮带 枕头之类的 有时候也是配料来加工的 搞到大键的 加上下的配料来也可以加工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还是有利可乎的 黄花梨墓是产于中国海南省的一种长绿桥墓 主要分布在海南 广东 福建 其墓材被称为黄花梨 俗称匠鸭墓 学名叫降香黄潭 有提神 凉血 降压等功效 生长期极其缓慢 真正成才 需要成百上千年的生长期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没想到 家门口生长着的 竟然是这种值钱的摇钱树 铁匠村开始从黄花梨木中 寻找致富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铁匠村还很贫困 村民拿不出多少钱投入 如何解决原材料稀缺 启动资金不足的难题呢 铁匠村负责人和几个比较有想法的年轻人 仔细琢磨后觉得 可以先从黄花梨木的小料加工销售入手 比如将黄花梨木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 以比较低的价格收购回来 凭着多年的打铁记忆 不难将黄花梨木中的树鸽 加工为精美小巧的手珠手镯皮带等日常手工艺品 但最初的市场销售并不看好 价格二十多块钱一放 那时候是二十多块钱一放 因为它的原材料也便宜 就是二十多块钱一放 那时候销路没有销路 也是固定在几个像海口的乐福村 三亚那边 那步行街那边有几家 就是零零三散的卖 还没形成一个工艺模 李日信近年27岁 2009年 他大学毕业后就回到村里 干起了黄花梨木手工艺品的加工和销售 他说 当时市场上大多数人 对黄花梨木手工艺品不了解 也不认可 如何打开销路 成为当时铁匠村人最大的一道难题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 他和村里的一批年轻人 到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古玩市场 爱家爱户上门销售 以前我去的坐火车 火车的话你要拿两大箱子 起码有八十多斤重 八十多斤 就是两个箱有八十多斤 就是在那转程式上 就是第一次过去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人认可 他不懂你 你做出来的产品卖不掉 那你就等于拿了就没钱赚了 也就没有工钱 连工钱都没有了 当时都问我们就拼命跑 然后那个村国各地 不见而已 根据关于红木的地方都跑一遍了 然后背着个包包 淋着个几百条柱子 有差不多三百斤了 这凌人的猪子都到处跑 靠着这样的肩扛背驼 几个月下来仍然没有打开销路 怎样找到突破口打开市场销售呢 李日信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客观冷静 分析后决定从改变销售方式入手 他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黄黄黄 还是假的黄黄黄 所以说你要跟客户沟通 我是这么做的 我跟我的客户真的找得到 我可以保 那时候我们就 我把保温板是我们的海南黄黄黄 我假一提时 再一个 我是跟你结账的方式跟他结 所以说夜结 所以说一个月就结一次给我 你看发现假的 我就经常我也经常过去 还有一种模式是 他给他一个柜台给我操作 所以说我跟他合作 利用分层 在多次上门与经销商沟通协调后 李日信终于等来了他的第一单生意 我第一单是在广州 在广州 我还记得在广州 开始是给了十多串给他 十多串那个锁链 给他代卖 他一个礼拜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是说他那时 十五串一小时 他没卖掉了 所以说我参加跟他合作的时候 一次他就拿了很多 拿了几百串 所以说销路卖的那时候 销路慢慢找起来 随着市场销路的打开 铁匠村开始升级他们的产品 黄花里一幕手工艺品 也逐渐从最初的几百元大众化产品 向精品化升级 他们从提升品牌价值 增加产品文化艺术内涵上下功夫 就是说现在做的最好 就是说带鬼脸 这是鬼脸 它在行业里面叫鬼脸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做了一颗猪子 像是有两个眼睛 有鼻子 有嘴巴 做从十二 对 纹路里面有这样 它就做从十二盒 你要是能做从 有选到这种材料 碰到不用选到 你碰到这种材料 又有这个手艺做出来 这么一算 基本上有的人 做这么一算 就够一家人一年的生活 那这买多少钱 我记得我们这批发 最高一个卖了 它说十二万 这一串 他们拿去卖 就是说他们记得我们 就拿去那个店里面 卖了二十八万 得天独厚的黄花梨木 不仅带动铁匠村奔小康 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趋势下 品牌发展 抱团发展 无疑是增强产品竞争力的 有效手段 铁匠村着眼于此 在2011年7月 以老村名 北岸里为注册商标 开始品牌打造之路 同月 单州北岸 里村花梨农业合作社 在村委会班子的努力下 也正式成立了 合作社对产品进行 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 统一经营 共享销售渠道 保障产品的质量和包装 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2012年 单州市政府还为合作社下波了200万元的中小企业扶持基金 其中50万元将用作培训费 150万元用于来料加工费 12年我们村村中产级已经达到1.6个月 03年 这是4年吧 13年 13年吧 是4年 我们村村中产级突破3.7亿元 以解建为中心的进行辐射 辐射 那么带动了其他周围的十多个村庄一起来搞活力 那么现在为止我们共有差不多20个村庄 共同来搞这个活力炒工艺加工 手串市场如此的火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不像古董收藏那样 有着非常高的资金要求 适合各种消费群体 而且手串既好看又轻便 又可以拿在手里把玩 个别品相好的手串 同时也具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市场的新宠 那么无论是周山村还是铁匠村 当地的经济转型恰好借助了这样的契机 将过去的小手艺做成了现在的大产业 不过要在行业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并且保持持续的发展 那么就要对产品的设计研发 对品牌的维护营销 在这些方面下足功夫 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是难题 只要他们思辨的精神还在 这就是新的成长记忆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祝您国庆长假 过得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